今天开始隆重登场 这个全新打造的周波栏目 由精通财经的知性主持人 于盈丹刚 以对话全球顶级商界人物 为最大亮点 紧扣全球财经和科技新趋势 传递经营智慧和人生哲学 为新世代树立标杆 输送灵感 继互联网之后 一场更深刻的科技革命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地席卷全球 向各个领域渗透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究竟已经迈入了什么阶段 它将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 影响你我的命运 它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还是难以预料的灾难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 早春时节 领航者的节目组 来到了春寒料窍的北京 访问了华人世界 人工智能先行者之一 李开复先生 这位文明世界的IT界奇才预言 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中 中国可能可以占到全球的最前沿 他也提醒各国政府 必须为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社会巨变 提早做好准备 今年56岁的李开复经历了癌症 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感悟 以前号称铁人 现在学会了放慢脚步 每天10点准时睡觉 每个月都要忙里偷闲 筹七到十天回台湾陪陪家人 但在北京的日子 工作依然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 开复的因为 第一他自己的工作时间会有很久 尽管生病之后回来 实际工作时间依旧还是非常久 那总会有很多的无数idea 然后就会把我们底下人忙得 这个头脚朝天 你一般都是这个点出发吗 不一定 每天看公司什么时候有会 现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routine 一天的时间是怎么排的 没有啊 基本就是总是被排得满满的 其实李开复的诸多人生感悟 其中一个就是要经得住诱惑 他曾是苹果 微软 谷歌 这三间全球最大科技公司里 担任最高职位的华人 也曾荣登过时代杂志 百大影响力人物 金钱和权力早已不能诱惑他 不过现在他还是逃不过一个 开创新时代的诱惑 人工智能 这个曾经是科幻电影中的概念 如今却成为了最热门的投资领域 而李开复早在80年代 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 那我们看到现在全球 创新的这个关注力 都放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美国无疑它是领头羊 那中国也是在积极地布局 那现在中国和美国比较 或者是放在全球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比较 到底我们的人工智能 发展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 现在从这种顶尖的学术界来说 没有任何国家能跟美国相比 如果你说全世界最厉害的 十个AI科学家 中国人也许能排入一个 或者甚至一个都排不进去 但是最顶尖的一两千个人 一两万个人 有43%是中国人 所以这些人自己会有创意 也看得懂最新的趋势和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考虑的是 人工智能的理解 或者人工智能的应用 或者用人工智能来创造商业价值 我觉得中国人的潜力是非常大 从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 计算机时代 再到互联网时代 中国在这一百多年间 从一个落后国家 逐渐追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 甚至在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革命中 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潮流的先行者 这对于每个有志改变世界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 包括李开复 在李开复眼中 中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 没有被各种口水争论 绑住手脚的科技实验田 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潜力巨大 对一些人工智能的高级的应用 比如说工业4.0 工业和商业的机器人 还有无人驾驶 这一类的应用 我觉得更适合在中国快速地把它推出 因为在欧美 这些应用可能会带来一些争议 可能在欧美有更多的这种讨论 会放缓了它的发展的速度 中国各大城市 尤其是北京 上海 广州等超大城市 多年来一直被严重的塞车问题 所困扰 政府即使绞尽脑汁 也提不出彻底的解决方案 而人工智能的应用 渴望为医治塞车顽疾 减少交通事故 提供有效的方法 在国内我觉得如果比如说 有一个城市 它说好 在我这个城市里 我的道路上就铺上各种的这种感应器 它们来跟车子互动 来增加无人驾驶的可行性的速度 来降低无人驾驶出事的概率 车和道路 车和车之间是可以沟通 来让无人驾驶做得更安全的 中国在无人驾驶领域的步伐 也紧随世界发展的大潮 包括李开复创新工厂 也对这个领域进行投资 日式科技就是这样一个标杆项目 从城市这个角度上来说 所有的无人驾驶车 它可以排得整整齐齐的 在路上开 大家都是同样的速度 像一列小火车一样开 那么它对于道路的利用效率 就变得非常高 然后交通事故就不再有了 那有些人可能比较着急怎么办呢 我可以跟这个路商量一下 说我还有40分钟 飞机就要起飞了 能不能多获得一点路权 所以如果中国有一个城市说 我们最早让无人驾驶 或者自动驾驶 或者辅助驾驶 快速地在这个城市里能够推出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机会 说就像以前深圳成为特区 就是我们可能无人驾驶 也需要这么一个特区 或者它可以说在某一些区里 更早地允许无人驾驶上路 那么如果在中国能够避开 这种在美国花了很多时间的争执 能够快速地一方面安全 但是另一方面很有执行力地 把无人驾驶能够相对安全地 在某一些城市快速地推出 那我们都知道在哪一个国家 最早使用这个技术 这个国家就可能成为 这种技术的领跑者 如果中国能成为 无人驾驶的领跑者 那李开复无疑就是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这条大船的领航者 除了无人驾驶 人链识别技术 也是人工智能中 一个热门的领域 现在也有一些行业 在被人脸识别技术革新 包括互联网应用如美图 金融业务 物业管理和安全房屋等 我们工厂投资的有一家公司 它做的就是人脸识别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 识别50万张领 比如说一个商场 想知道是哪些客户进来 或者在创新工厂进来的时候 每天我们上班 我们身上已经不带那个 你带牌子了 刚才进来就看到了 就是靠脸就开了 而且它是随时实时 无所不在的识别 那当然公安来抓这个 同级犯等等的都可以用上 在机场让你入境 所以这些用几乎每一个使用 就是来取代那些过去是人眼 来识别人脸的 人工智能在每一样生活应用的背后 都有高科技的支撑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来说 传统的AI的系统 大家更称之为叫专家系统 所以本质上它其实是 人去设计了很多规则 比如说两个人的眼睛 比如说大小 他的眼睛的距离 可能有一些非常具象化的 一条一条的规则来 最后做一个判断 所以就像人去写的专家系统一样 而这一步的深度学习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叫做模糊 就是说它并不是人去设计了 一些明确的规则 而是通过很多很多数据 让机器自己去学习了一套标准 这个标准可能人都无法 去解释得很清楚 包括年龄的变化 光线的变化 甚至说是一些微整形 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 能备处理 仅就现在人工智能的 发展趋势来说 我们的生活必定会因此而改变 同时这个领域也注定是下一个风口 只是这真的是一个高门槛的领域 如何打破人工智能的高门槛 李开福有打算 可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也是巨大的挑战 人工智能还没有成为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 事实上可能就这么几万个人 能做人工智能 其他的人的入门门槛还是很高 我们就在想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让任何一个能够编程的人 任何一个工程师 都能够来把人工智能 就像他们写这个Java 写这个IOS一样的 都能够去使用 然后我们会选择 用更开放的技术来做 因为现在当然 美国的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中国的BAT 都是人工智能很强的公司 但是他们因为自己自身的利益很大 可能不会那么愿意 把所有东西都开放出来 我们作为一个投资机构 我们更愿意看到 更多的年轻人去尝试 而不要把门槛弄得特别高 所以降低这个人工智能的门槛 普及它的使用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使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不少国家 包括美国和中国 人工智能的应用 已经开始进入日常生活和工作 取代一部分人手作业 并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我认为在大数据的应用上 肯定已经开始引爆了 包括我们投资的很多公司 都是在大数据上面 因为用了人工智能 它可以在比如说 获取用户的成本 降低60% 70% 或者一个用户的转换率 增加50% 60% 对一些大型的公司来说 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的公司 银行可以同一块钱 赚更多的钱 同一个贷款 降低更少的坏张率 同一张信用卡的使用 或者是保险公司 每一个保单 他都能看到非常显著的提升 李开复也看到 人工智能的广泛普及 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 首当其冲就是失业 比如说华尔街的交易员 已经从以前的10万名 降到了5万名 我们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照片 发现这个占占楼楼 都没有人了 因为机器已经帮他做了 但是不要认为 这也只是仅仅在初级的 或者是入门的 或者是重复性的 其实有些感觉很复杂的 需要博士的工作 也会被取代 比如说我们医生 医生里面的放射科 这个工作 5年到10年之内就会消失了 这些人可能也是 顶尖的最聪明的学生 考进了医学院 决定要做放射影像科 比如说有些肺癌的判断 其实机器已经超过人类了 其实影像的和图片的识别 机器已经在快速超越人类 因为最近的一些技术突破 叫做深度学习 它就是在这个 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里面 做出来的 与李开复的交谈 令人深深感受到 人工智能可能将彻底变革 人类的经济架构和社会组织 甚至重新打造人类的身体和心智 对于李开复而言 他担心的是 绝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 即将带来的冲击仍无警觉 甚至政府和企业 也未曾思考清楚 这波浪潮的影响 因为是突然来的 你讲得很对 所以就是说可能说实在的 我们可能也不能期望 全世界的人都了解 我们这个说的 然后马上去做自我培训 那可能就是真的要等到 下岗的那一天 然后再来做培训了 那所以我们可能要准备好 很多这种工作 最近Bill Gates也谈到 他觉得其实我们不妨 就让很多下岗的人 给他们机会来做这种关怀 对老人的关怀 对残障人士的关怀 对孩子的一对一的爱护 这些事情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公益的事情 这些对社会也产生价值 2013年9月 牛津大学发表的 就业的未来权威研究报告估计 在一二十年之内 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 将处于被人工智能 取代的高维范畴 到2043年后 可能只有20%的人类 还拥有工作 乐观地看 未来大多数人 将不再被工作所困 可以拥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实现真正的自我 因为如果我们只考虑 社会的这个价值的话 其实每一个被取代的人 机器会更有效地 达成他所工作的一切 甚至更好 所以其实我们的社会 不会产生更少的财富 反而会更多 所以我们的社会是有钱 有足够的经济 来养活这批人 并且让他们有尊严 有意义地寻找新的方向 所以这个的前提 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 要足够地发达 肯定会的 可以养活 通过政府的资源 从新的一个安排分配 可以养活这些闲置的人 或者是下岗的人 肯定会的 李开复并不避讳 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副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很可能越来越差 甚至剩下的80%的人 会沉迷在虚拟世界里 打发时间 但一方面人的寿命 在不断地延长 可能到我这一代 有可能平均寿命 已经会拉长到100到120岁 那还在提前退休的话 那可能大半辈子都在享乐 这其实也是一个 值得担忧的地方 因为其实当我们创造 足够的财富以后 别说50岁的人 40岁的人可以活到100岁等等的 刚出生的宝贝 可能都可以一生不要工作 就让这个社会福利养着它 整天就这个醉生梦食的玩游戏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曾经发出警告 发展全面的人工智能 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 这或许是违言耸听 不过李开复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 人类平复悬熟的问题 势必更加严重 我们看到确实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导致很多工作的消失 然后再导致了 这个社会贫富 悬熟的进一步地扩大 导致了社会的民众的不满 然后导致了这种 黑天鹅事件不断地发生 对 所以这个循环 看来也会继续发生 所以我们有很多理由 这没有朝着你说的 那个乐观的方向发展 现在有很多理由 让我们更悲观一些 因为这个会让 有钱的人更有钱 那些被取代的工人和司机 会越来越贫困 悲观的会是怎么样一个场景 我觉得国家就要有魄力 对不对 就是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要为这些弱势的人群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然后照顾他们 然后在税收方面 可能对于这个大公司之间 可能就是要采取一些 前所未见的更高的税收 但是这个也是挺困难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lobbing的一些power 肯定会去尽全力地 去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 对 比如说美国的政治体系 可能现在就会被 push到一个limit 看它未来会不会发生 各种的事件 不知道了 而且你要讲的再极端一点 你可以说投川普票的 有很大的一个比例 是会被取代的这批人 川普为了继续获取他们的票 他会需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卡车司机 就是说我们不要 无人卡车驾驶 这个会伤害我们 然后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的投票者 造成了美国在这方面 基本放弃了 做世界领跑的一个机会 这个又给别的国家 带来什么机会 这些黑天鹅事件 都是可以可能发生的 同样的 在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 黑天鹅事件的不时发生 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感觉就是各自的 有各自的领域在发展 各自有各自的专家 懂各自的这个很窄的 自己的一个深度的一个领域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人 可以把所有的点串联起来 看到一个全貌的 有可能有一天 有一个领域 突然间有一个突破 可能一下的这个蝴蝶效应 就会导致了 突然间有一个什么 一个重大突破 机器人可能就智能 就超过人类了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这些都不能排除 就像深度学习 最近最大的一个突破 它确实是百花齐放 在各个领域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AlphaGo 都是用着它 所以这些当然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机器人再发展下去 有可能会真的是 拥有这种人的这种意识吗 肯定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就是画一条直线的话 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会不会有所谓的拐点 李开复看到了未来 也影响着未来 可也许人类会面对 这样的一个困境 个人正逐渐成为一个 巨大系统里的微小晶片 而这个巨大系统 却没人真正了解 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 人和其他动物的不一样 就是人在这个 Mass Love Hierarchy里面 不像其他的动物 只有这种生存 和一些基本的需求 人还是非常需要 这个Self Actualization 就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那这自我实现的欲望 应该会在这种 特别严峻的时候 被激发出来 让我们找到一些 更新的探索的方向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日千里 但李开复也认为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 并非无所不能 能够取代人的 只是局限于几个领域 还有许多重要领域 人工智能是无法胜任的 所以他不能做什么呢 跨领域思维 它是没有的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 可以考虑 七情六欲 美 幽默 艺术 它是没有的 这方面工作是安全的 拍电影 做话剧 音乐 唱歌 这些机器是不会能够 但这些方面的领域 会不会也会被颠覆 就变成全部 Digitalized Computerized 我觉得我们不敢说 不可能 但是现在看来 还没有一篇论文 或者算法 让我们有乐观 可以预测五年十年 但是刚才讲的什么艺术 这种情感 爱 幽默 这些机器是没有的 自我意识它是没有的 所以所有文科是 现在是安全的 我还要再一次说 服务业一定是要 努力地去挖掘 哪些服务业是未来的人 会喜欢的 会创造价值的 还有我们对于服务业的认知 一定要让服务业 更被尊敬 更有尊严 我觉得在有些国家 比如说在日本 这种匠心让我们感觉 很愉快的体验的塑造 而能做这种体验的这种人 我们也要给他 很高的社会地位 然后所有服务业的人 我们都要给应有的尊严 这样的话 我觉得整个社会 才能走下去 面临这样一个巨变的未来 李开复对年轻一代 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忠告呢 现在最大的诱惑就是 网上的这种非常快速的媒体 吸引你的眼球 但是看完了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要放 就要能够抵抗这样的诱惑 让自己沉下心来 去读一些更长篇的文章 这些文章可能是科技界的文章 思考方面的 或者是Nature 或者是New Yorker 或者是一些最新的思考型的书 另外的话就是说 不要让自己只陷入只看 本地 内地周围的人 写的一些东西 要看全世界的 因为最顶尖的科学的创新 其实还是大部分是英文的 所以要看上全世界 也许这就是应对未来最好的办法 因为我们无法预知 2030年或2040年的就业形势 现在也就不知道 该如何教育下一代 在未来人机大战的世界里 想要不被淘汰 只有一条路 一辈子不断学习 人工智能将给人类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组织 带来难以预料的变革 而基因科技 则将改写人类自身的生命 对人类的寿命 健康和生育 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下一周 领航者将专访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健 探讨基因科技的无限潜力 以及他将给人间伦理 带来多大的冲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